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王曼玉是中国乒乓球队目前重点培养的选手 在去年进行的奥运会上 王曼玉作为替补球员获得了出场的机会 最终在团体赛中帮助中国乒乓球队拿下了女团的冠军 王曼玉的个人实力得到了球迷的认可 他目前的竞技状态已经逐步达到了巅峰 王曼玉除了在去年的奥运会上拿下团体的金牌以外 在全运会和市井赛上 王曼玉又两次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现在的王曼玉可以说是到了一种无敌的境界 其他的选手想要击败王曼玉是非常有难度的 而且王曼玉现在的打法也非常全面 并且身材又非常高大 其他的选手在同王曼玉的对抗中往往贿落于下风 近日王曼玉在夺得市井赛冠军之后 又拿下了一个重量级的冠军 在WTT澳门冠军赛 王曼玉凭借出色的发挥又拿下了女单的冠军 颁奖典礼上 女单冠军王曼玉收获75000美元奖金 约47万人民币 这已经不是王曼玉在奥运会之后第一次获得奖金了 对于王曼玉来说 能够拿到这笔奖金是非常开心的 王曼玉在领奖的时候心情大好 笑容挂在脸上 其实除了拿下冠军奖金以外 王曼玉还收到了一个贵重的礼物 这个贵重的礼物就是虎年纪念金钞 这份大礼让人十分羡慕 王曼玉能够拿到这么多的奖项 靠的就是自己超强的实力 其实王曼玉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就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近些年来这个小姑娘的成长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她已经逐渐成为一流的高手 对王曼玉来说 她的目标非常明确 那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争取能够拿到好成绩 从目前的发展势头来看 巴黎奥运会 王曼玉很有可能会成为女单的主力 大家也希望王曼玉能够继续加油 争取在女单项目上拿到好成绩 帮助中国乒乓球队取得更大的突破 再次输血新的辉煌 王曼玉现在的个人实力非常强 现在他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好状态 远离伤病的困扰 毕竟伤病对于运动员来说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只要王曼玉保持健康 相信随着比赛场次的增加 他在场上拿到的冠军会越来越多 大家也希望王曼玉能够成为中国女拼的领军人物 帮助中国女拼在世界女子拼弹 立于不败之地 大家也会期待着王曼玉再次创造好成绩